在上一节思维漫游,我们主要围绕着Roger Penrose提出的意识和量子现象之间有紧密的关系 他甚至更进一步提出我们意识中的那种非逻辑性有可能来自于底层的量子现象的那种不确定性 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广为被接受的观点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顺便讲几个不同的对Roger Penrose和以其类似的观点的不同意的观点 这些其他的物理学家和其他的科学家对这种量子力学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不同的角度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证据不足 物理学家Victor Stinger他认为把量子力学用来解释意识是非科学的 用这样一个角度从本质上和宗教迷信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反对宗教的一个人 他就利用这种类似的论点 说你在这种科学上完全靠不住谱的这种观点 来把量子力学和意识之间硬给扯上一个关系 无法承受得起验证 这个和宗教有点类似 顺便跑一下题他有一句很有名的 关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的一句话 他说 科学可以使你飞向月亮 宗教可以使你飞进一个建筑物 那不就是在暗示911吗 哲学家David Chalmers 我们多次提到他提到的这种意识难题的最早的提出来的 他对用量子力学来解释意识这个难题也持怀疑态度 他不认为量子力学的某些特性可以直接导致意识的产生 但是他这种否定的态度并不是全方位的 我在最近看过他的一个论文 这个论文实际上是把IIT把信息集成理论的这些基本理念和量子力学的一些现象结合起来 他认为还是有可能去解释意识的 也就是说单独的量子行为不应该成为解释意识的基础 但是量子行为的一个整体的现象和信息集成现象在一个更大的范畴内有可能有一个联系 当然这个他这个论文非常非常的数学性非常强 尽管他是个哲学家 某种意义上这个话题仍然是一个比较探讨性的话题 物理学家David Baum在这上呢 也是基本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理解没有任何迹象 可以使我们对意识状态有一个更深一层的理解 就是我们很难通过物质状态的理解来理解意识 当然他说的这个对物质的理解不是神经元那一层 而是在最底层的量子力学那一层 他为什么持有这种观点呢 因为他认为我们在现代物理中 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本质上是有冲突的 而这种本质上的冲突 目前是我们人类知识的极限的外围 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量子力学和重力之间的内在的联系 在我们没有把这样的一个物理上的难题真正弄清楚之前 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用量子力学这个概念去解释意识 去解释身心二元论去解释为什么意识可以从身体中产生 Daniel Dennett 德学家Daniel Dennett最近刚刚去世 他是这样评估的 他说尽管量子效应实际上在你每天的生活中 无处不在在你的汽车里在你的手表上在你的计算机里都有量子效应 但是所有这些量子效应尽管都存在 但是他太小了 你无法感受到 也就是说Daniel Dennett在说 这种效应不应该影响你的意识状态 那么这样的一个角度 在更深一层就是在说物理世界内意识是基于神经元的那一层 量子效应是基于基本粒子那一层 这两层在物理世界内有一个巨大的数量级的差别 这种巨大的数量级的差别 就是科学家们怀疑量子效应不会对我们的思维状态产生真正的影响 因为他们的这个数量级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在温度的数量级量子力学里面的很多量子效应 都要在超低温的环境下才能呈现出来 我们知道那个著名的Boseman Einstein Condensation 就是那种物质的一种非常奇葩的物理状态 是在超低温几乎接近决定零度的时候才会产生 我们所熟悉的超导效应 是几乎接近绝对零度的时候 这是-270度 几乎是绝对零度 才能出现一些量子效应 我们可以感觉到 而在这个温度之上 尤其是像我们现在的室温 自然界的温度 那么经典物理里面的基本定律 是绝对的占主要的影响 因为所有的基本粒子运动状态要高得多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 有很多人认为量子力学里的效应 不应该对我们的意识状态有任何影响 这是从温度的角度 那么还一个呢 就是从时间的角度 MIT物理学家 Max Techmark 他认为我们大脑中 所有的量子行为 都是在10的-12次秒的那个范畴 就是10的后 小数点后有11个12个0 那样短的一个时间范围内 有量子效应 10的-12 而我们大脑中的所有的意识反应 意识活动的时间段 都是以毫秒级甚至更长 所以毫秒级是10的-3次方 那边呢 是10的-12次方 那这两边显然差了10的9次方的数量级 10的9次方就是10个亿呀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一个著名的心理实验 就是叫LeBet 这么一个科学家 就是在我们测试 他发现人的意识 有一个半秒钟左右的食言 那么这个半秒钟想起来 那不就是10的 就是0.5吗 那就10的-1了 那就更大的一个数量级 相对于10的-12 怕11个数量级呢 所以呢 Max Techmark就是在说 从时间上 量子效应 比我们人的意识状态的时间轴上 不是在一个数量级 实际上差了9个数量级 在空间上也是一样的 因为量子效应和脑神经元 在尺寸大小上 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的数量级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量级 我可以想象啊 一个神经元是一个巨大的体育管 那么这个量子效应 可能就在这体育管里面 可能就是一个连芝麻粒都不到的 那么一个微小的量子效应 那么这样的一个效应 它不应该影响体育管内 整个细胞的行为 这又是差了好几个数量级 但是人们仍然不能排除 有可能这样的量子效应 确实是在影响着细胞微管的行为 而细胞微管的行为本身 又掉过头来去影响整个神经元 这个可能性现在确实是不能完全被排除 但是在这个以外 这是一个显然是一个开放的话题 正在讨论 在这以外 基本上可以说 我们的脑神经内的神经元 包括我们的神经 显微中的跑的各种神经信号 它的时间 它的空间 它的传播速度 和量子的那个数量级 都是差好几个数量级 都要大的多的多 因此在那样的一个范畴内 脑神经元 中枢神经的传输 都应该用传统的经典物理来描述 而我们今天所有的 对于脑神经研究的测量设备 都无法去测量到量子那个级别的 无法测量到基本量子 那个层次的量子行为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使很多科学家 对这个量子现象 对人的意识状态的影响 是怀疑态度 那么这个量子力学 和意识状态的联系 我们总结一下 只能说 它是一个潜在的联系 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 但是从我们对这两个学科的 目前的理解 我们有一个高度的怀疑 这个有可能 中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这个内在联系 如果存在的话 可以从多方面解释 意识的存在的这些特殊的特性 那么这一节 我们先讲到这 下一节呢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 看一看所谓的 emergence of consciousness 就是在一个巨大的生物体系内 有没有可能从一个 出现 涌现的这个状态 就像天空的云彩 和水中的水浪一样 那样的一个角度 来去分析意识的形成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